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漂亮的防守 重新铲回了球权 这个球啊 防守队员大意了 这脚直传破具威胁 但她最终还是没能通过门将这关 王珊珊 她努力地把球从对方脚下铲回来 这就像是在帮门将热身啊 球出了边线 看看是谁的接外球 好球 机会出来了 越位了 边才很果断 这球过去就危险了 而且越队也真不多啊 看回放都要多看两遍才能看清楚 是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 黄珊珊 黄珊珊 从对手那儿抢回了球 一记滑铲 抢到了球权 漂亮 唐嘉丽 黄线直接被一脚直塞给洞穿了 机会来了 门将做出了精彩的铺铺 小球开向了禁区 解围不彻底啊 还有进攻的机会 没打正部位 偏出力助很多 打赛雷斯 前场踢得很有耐心啊 过程很美好 结果很无奈 对手拿到了球权 一个挑船绕过防线 防守队员这是提前堵出了 对方的进攻意图 把球破坏了 带球冲向进区 打破平局的机会 球进了 这样的机会 他们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再来看一次进球回放 这个球传的实在是太到位了 直接穿越了对方防线 直接穿越了对方防线 在进门柱的位置 他抢到了这次机会 把球送进了球门 比方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比方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给了对手啊 好的 这条跳船穿越了对手的防线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当下雷斯 这波传球很有水平 绝佳的机会 这脚打门的水平有点低 难道是门将给的压力太大了吗 有可能 看他还在忍痛坚持 也许应该可以换他下去休息了 传给了王珊珊 有机会把明比翻 伯扶中望将双方拉回了同一起跑线 打门位置实在是太近了 门将也确实没有办法 目前双方是1比1打平 拔展成功 球被防守断下 张鑫 一次不错的推进啊 直接打到了对方的腹地 球权又交还给对方了 球门球 张鑫 好的一次成功的抢断 单看张锐的处理 有机会领先 这球居然没进 他能措施这种机会 哎 这可不常见呐 就是啊 阿维利拉 他在边路被放空了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 千钧一发 还好有他 对手已经大举压上了 正好打反击啊 对方反击的时候啊 防线的反应有些过慢了 门将画起了对方的这脚远程攻门 裁判示意捕食一分钟 比赛还没结束 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让我们回到比赛中来 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表现 这次是中国女足开球 将球大范围转移到了另一边 打高了一点 贴着横梁上方飞了出去 杰尼尔摩索 打平的情况下 首先不要犯错 然后再尝试寻找机会 不可能被扑出来的 精彩的扑叫 唐嘉丽 这机会能把握住吗 门家还是做出了扑角 没有人想到 他会在那个位置起脚啊 更没有人想到 这条射门的质量居然如此之高 这次射门也展现出了 他良好的心理素质 只是最后运气差了一些 没错 杰尼尔摩索 尔摩索打门的机会 点球 裁判给了点球 他们能否抓住这次机会 取得领先呢 点球加黄牌 让我们来看看 主法球员的表现吧 这球进了的话 就能领先对手了 守门远居然把这个点球 扑了出来 先稳一下啊 慢慢来 打门了 对手的射门 过不了门将这一关 这个角球直接传到了进区中央 这个球啊 又被防守队员破坏了 还是角球 角球给到了前点 他对自己很有自信啊 进区里也敢这么抢啊 王杉尔摩索 杉尼尔摩索 把球断了下来 这个铲球动作有些危险啊 看看裁判会出牌吗 对手之间的 来办对他出示了黄牌啊 没错 方柜队员自己也清楚 这是个黄牌动作 哎 好机会来了 太可惜了 就告诉衡量那么一点点 这次进攻推进得很不错 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 传中先找到了队员 这个球机会不错 这种机会不可多得 好球 他们现在再度比分领先了 比较精准地过顶球 直接找到了前方的队友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 真是好球啊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1 阿维利拉 现在球权又发生了变化 黄珊珊 漂亮的过顶挑传 黄线已经被打穿了 阿维利拉 球丢了 球丢了 现在到对手脚下了 这个球啊 推进到了前场了 这个球啊 推进到了前场了 对手的这次进攻就到此为止了 有没有信心直接打反击呢 看起来可以自己突破了 明察秋毫啊 这个阅位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比赛的常规时间现在只剩下15分钟了 过来帮忙进攻的队友这是到位了 这机会不错 分叉被扳平了 进球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 看起来很基础的二比一就直接创造出了打门的机会 而对方的门将这一次却让出了自己进门柱的位置 让他们抓住了机会把球送进球门 他们要在这个时候啊 做出人员的调整 双旁暂时打成2比2平 机会非常不错 这真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比赛 都到了快要结束的阶段了啊 好戏仍然不断 他们在这个时候取得了领先 对手肯定也会疯狂地反扑 好戏还在后头 一个人带着球过五关 战六角 哎呀 佩服佩服 这就是他单兵作战能力的完美体现呢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有一个反击的机会 对方都展开反击了 防线还在慢悠悠的 没有到位 杀死比赛的机会 太关键了这下啊 一次成功的抢断 终结了对手的进攻 在自驾进区拿回了球权 马尔塔 卡尔多那 还有希望 还有希望 能否靠这球颁平比分呢 能把比分追平吗 球进了 他们没有放弃 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前 把比分重新拉回了平局 目前双方打成了三比三平 李孟文 王珊珊 最后的几分钟 他们还在寻找绝杀比赛的机会 刚刚还说啊 这是一次很有威胁的进攻 话音未落 你看球权就被对手拿走了 看看这次能不能转换为进球 这个球对方已经形成了单刀的局面 但是还是没能打破门将的诗志观 可以说是门将拯救了球队 他刚刚的表现犹如天神下凡 我感觉对方前方看到他已经有点腿软了 对方来人干扰他了 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防守方需要尽快回到自己的位置 横传进区 进区内空档很大 这机会能把握住吗 这球有了 全场比赛结束